大家好 我是明光社的項目主任 郭卓玲 相信近日你們有看報紙 或者透過不同的媒體 都有留意到有藝人被傳媒揭破 之前在外地已經結婚 或是一些藝人面對傳媒揭破婚姻狀況 有些人會選擇沉默不語 有些人會企圖用一些方話掩飾 其實我們回想心一層的時候 一對男女他們拍拖 感情穩定 需要選擇去行人生的另一步 就是去結婚 甚至生孩子 其實這些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人生必經的階段 為什麼應該是一件開心的事會變成這樣呢 就算是外國有很多的明星 他們就算是面對著傳媒或者他們的粉絲的時候 都很坦然地去公開他們的分訊 或者是結婚的情況 為什麼換到一個地方是在香港 本地一些藝人 他們反而會對這些事情那麼著緊 或者是那麼怕對他們的分訊絕口不提 或者是用方話去掩飾 其實我們可以留意香港的偶像文化 或者是傳媒生態 因為娛樂圈的商業是想賺快錢的緣故 做了很多一浪接一浪的造星運動 就是將很多的藝人 新進的年輕有活力的 有性感的外表 進浪的外表的年輕人 將他們推進樂壇或者電影圈 讓他們成為了一些年輕人追捧的偶像 這些造星運動其實對於現有的藝人來說 是一些無窮盡的威脅 現有的藝人必須要力補自己年輕的形象 和他們的支持者要保持很親密的接觸距離 他們會盡量收起自己的感情事 免得讓粉絲他們心目中的美夢和夢想破滅了 並且可以保持著他們一向塑造出來的 一些完美 我行我素 或者是自己一個人的形象 萬一如果他們將分訊公開的時候 就等於向他們的粉絲承認 原來自己已經被另一個人霸佔了 和粉絲的距離也因而被拉遠了 破壞了自己一向保持著的形象 亦因為這樣 有一些未成熟的粉絲 亦都是因為這些消息 可能導致他們想著離開偶像 甚至傷害自己 其實偶像都是平凡人 他們談戀愛 結婚生子 其實這些都是很平常人生會經過的階段 如果他們想自己過得舒服一些 或是對身邊的另一半公平一些的話 就算是公開他們的婚姻狀況 被傳媒或者被粉絲去了解 都不是一件壞事 並且你也可以因為這樣 他們的粉絲都可以學稱 去了解藝人他們商業的形象 和他們自己私生活的真實生活 其實應該是有分別的 讓他們的粉絲都可以學懂 如何去分清 但另一方面 傳媒的狗仔隊 他們的瘋狂跟蹤 亦都是引致到藝人想去隱瞞 他們分事的另一個原因 因為當藝人看到其他人向傳媒公開了他們的分事 那些藝人 他們的家人不停地受到傳媒偷拍跟蹤 甚至用一些非常負面 不堪入目的標題 將他們的新聞登在報刊裡面 當見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我們都應該了解到藝人他們都很擔心 他們公開了分訊 就等於永無靈日 其實偶像是想保護他們的親人 亦都是想跟他們的粉絲保持緊密關係的時候 其實最好就是保持結婚的秘密 可惜傳媒他們的狗仔隊 是沒有什麼憐憫的心 不停地追訪的時候 以至到將這些秘密逐一揭破 其實我們都應該去學習藝人 他們跟大多數人一樣 都需要有自己的私生活 讓我們可以學習 如何將我們的目光 集中在藝人的才藝上面 而不是集中在他們的私生活 或者八卦新聞裡面 多謝各位 其實我們都要學習在弄さ 跟著我 後來 有分別的 後來 這位 我做了